在對手林鄭月娥舉行造勢大會的這一天 鄭俊華早上在社交網站上載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的片段 麥齊光過去被視為林鄭月娥的愛將 2012年加入梁班子出任發展局長 但之後捲入租樽詐騙案 上任12天就要下台 案件最終打到終審法院上訴得席 麥齊光說自己被控期間 曾俊華主動為他撰寫求情信 2013年曾先生打電話給我 他親自給我寫一封信去法庭 我一句話都沒有問過他 是他親自 他一直有留意一直有關心 我發生的事 我覺得這個不只是一個上司下屬 或者是一個同事 他當你是一個朋友的關係 這件事我到現在都非常感激 曾俊華說 和麥齊光認識多年 又只片段一組拍攝好 感激對方的支持 很感謝他和他的家人 他非常認同我很多信念 所以他支持我 也是出於他的內心 今天是想和林太祖 還是今天選擇 我們一早已經計劃了 對於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 加入對手林鄭月娥的競選團隊 曾俊華說不會影響自己的選情 曾俊華今天又展開另一輪競選攻勢 開設網上眾籌戶口 向市民籌集競選經費 每人上限一千元 頭一日已經籌得超過一百萬 網頁也都一度不能運作 我非常感謝大家很踴躍 非常踴躍的支持 我聽說同一個時間 有超過一萬人想進入網站捐款 網站一時實在未能夠負荷這麼大的人流 也沒有辦法提供他應該做的服務 非常普遍 曾俊華否認不足資金 說眾籌是給不同市民表達心意和對他的支持 香港天樂記者文家後報導